去年代 我们的呐喊 部落的洗牢 政党的扭曲 这样讲说 我们寂寞的 在台北的街头 在部落 一个脚步 一村 一个部落 向我们的齐劳长辈 陈述 七年代年轻人的节省 曾经在修国兰西西畔 望着浑浊的 溪水 跟着我的祖宁说 我的名字叫什么 我身为一个牧师 在教会 在部落 在都会期 在在被人过世 几番的思索 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跟部落起老的对话 聆听 终于找到一个尊严的名字 叫着马耀 我们为这个荣耀的名字给高度的欢呼 我为了这些事情 很勇敢的选择到龟山 受监禁了将近一年 在教会 在教会有人批示我说我是一个暴力的牧者 认为我们参政 从政 是不正业 但是在我们的胸膛的血液里面 很清楚的听到主因在 哭泣 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最正直最荣耀的名字在这块土地上大声勇敢的说我就是马耀比喻 小马耀 我是大马耀 有人把我们当成一个兄弟看 他有一个热情分放爆炸的头型 我没有 在70年代他马耀比喻还在世心 我看到他带着一个小小的 那个叫做Tamela 从世心到西州部落 到小壁坛 一直到新天 有一个夜晚到我家里说 牧师 我要参省 我以为在今年的险阱 没有人愿意承接我们原住民运动的棒 我看到马耀比喻很正直的 很有意向有梦想的年轻人 要在这个不对称的政治舞台上 为联队发声 再一次为马耀比护 能够在更多的出脚上接轨 年轻朋友 70年代 有多少的时刻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人注意过 我们在台北车站的角落吃面当 为了只是要原住民的尊严 为了只是要让原住民的在这个被冷漠的社会里面站立出来 今天 他有那么多的年轻朋友 无分族群 特别在这忙碌的都会期 为原住民打下一个胜利的记号 叫做马耀比护 各位好朋友 不要小看你年轻 在教会的教导里面 我受到信仰的教导 我更要很大声的说 我受到花莲高僚部落长者的教育 精神的使唤 无论在乡下到都会去做牧师的工作 依旧能够成为一个很正直 愿意在原住民文化里面来努力 欢迎别护 南安门可贵的年轻朋友 在座的年轻朋友 我们接线了这一个神圣的使命 有人认为说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在 不断地向我们部落的洗脑呐喊 阿美族的改变叫马发力 年轻朋友 选票 未来就在我们手上 年轻朋友 你们可以用你们的理性的判断 去告诉你们的父母亲 明年的夜市之后 药头是谁 马药底后 我 这么一个牧师 要很勇敢地跟大家来报告 他是一个上上上的人选 他跟我分享的过程中 他很清晰地在我的家一起来谈 一起来分一起来建筑那个梦想 阿美族的事 最后的时段 我用我们主义来呼吁 给大家帮助 我们在黑暗的人群中 我一眼就看到我们村里的头目也在会场 我们给我们村里的头目掌声鼓励 非常熟识 我从他的走路的动作 知识我一看他就是头目 许前家的问暖 问安 连我们的头目都站出来 有那么多的年轻朋友站出来 我们希望在明年的1月14号 让马药底后 两个顺利地进入立法院 好不好 好 好 我在20年前也代表民进党参选过 没有人陪我 我们一步一步在部落办说明会 为什么要还我土地 为什么要做姓氏的改变 部落的人把门关起来 部落把所有的道路全部封锁 各位年轻朋友 就是要改变 改变的时代已经降临在马药底后身上 大家说是不是 最后 我们一起来呐喊 讲太多做姓氏的会 为安迪 那一起来做 我喊马药底后 他命组说 马药底后 好不好 我们试试看 马药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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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请不吝点赞 马药底后 马药底后